有没有可能只花2万美元甚至1万美元就买下一套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绝对是有可能的。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做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便你能够做到相同的事情。关注我的频道这里有数以百计的视频帮助你从一开始就把美国房地产投资给做对。提到房地产投资绝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思维上面的障碍就是我需要有一大笔钱也许是十几万几十万我才能够开始做这个事情。 我现在手上可能只有几千几万美元。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思维上面的障碍。一个思维定势。 甚至于可能你去跟很多经纪人聊天。你去看很多经纪人所做的内容。 他们告诉你的也都是类似这样的思维。你现在手上有一笔钱你应该把它省下来等到房价下跌的时候再买房呢?还是说你现在应该买房?你看所有这些思维都是一种思维定势。 认为自己是缺钱的。你必须要有更多的钱才可以投资。或者我现在手上的钱必须要省下来。我这个钱非常的有限。非常的可贵。我要等将来房价什么时候下跌了我再去入场。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入场。你不要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你要换一种思维方式。 这件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到。当你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的时候。你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同。 所以现在呢。你想要去买房。你手上没有那么多钱。你怎么能花两万美元?甚至低至一万美元?就买下一套房子。 你说这不可能。我相信很多人在内心当中会说这不可能。但是让我们改变一下你的句式。 我们把这不可能改成我怎么能够做到。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你怎么能够做到。哪怕你没有钱付首付。哪怕你在美国没有信用记录。哪怕你现在的财务状况让你贷不到款。没有关系。 怎么能花一两万美元买到房子。这个方法呢。叫做subject to。 你看美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房屋呢。都是有贷款的。 业主在出售的时候。可能他的贷款还是没有还清的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通过你作为一个买家。你可能去贷一笔新的贷款。用你自己的名义。用你自己的信用记录。用你自己的收入。去贷一个新的贷款。把原先那个业主老的贷款给全额的还上。 然后你自己去还你的这个房贷。这是绝大多数人做的事情。而且这也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业主把他的房屋的产权过户给你。他写一个地契把产权给到你。但是呢。他原有的那个房贷是不动的。原有的房贷仍然是在他名下的。 那个房贷你并没有去把它还清。而是你买了他的房子。这个房子过户之后。你来替这个业主还房贷。换句话说。你就是把他原有的房贷给拿过来了。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付一个。你跟业主谈的这个房价的一个差价。 甚至于有的业主他如果急售的话。你只需要付他个五千一万美元的。然后你再付一些过户的手续费。好了。他就很高兴的把他的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转手。把这个房子再卖出去一个更高的价格。或者。你可以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租金呢。去还原有的房贷。 尤其是当原先那个业主。他的房贷的利率很好的情况下。而你自己。在美国没有足够的信用记录。或者你有其他的什么因素。你贷不到款。或者你贷到款。那个利率很高的情况下。 这种方式对你会非常的有利。尤其是你看像现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房贷的利率在快速的上涨。每个月都在快速的上涨。很快我们如果说有一天看到5.5%的利率。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那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会听到更多的人开始讲。你可以用subject to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买房。因为如果你自己去贷的话。你贷到利率是5.5。可是呢。原先也许是。一年前两年前。 业主他在美国房贷利率的低点的时候。买的房子。他可能当时的利率是3%甚至是更低贷到的。然后呢。这是30年的一个固定利率。30年的时间当中是不会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不想自己重新贷一个5.5的利率。 你想把他那个房贷原封不动的拿过来。你来还。这个时候。你一个月的月供。会省下几百美元的。假设说这个贷款的本金是20万美元的话。我们简单的计算就会发现。一个月你会省下将近300美元的月供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你说业主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卖给你呢? 我们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你看这是我们打开Zillow随便打开一片区域啊。这是我们德克萨斯州这边的一片区域。现在呢。在这个更多的这个选项这儿。我们输入一个关键词。我这个地方是举一个例子啊。不一定。你一定按照这个关键词来。我是跟你解释在什么情况下。subject to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输入一个关键词叫short sale。什么叫short sale呢?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如果说一个房屋它出售的价格低于了它房贷欠的本金的话。叫做short sale。 比方说一个人他买了一个房子。他贷款贷了20万。现在呢。他失业了。还不上这个贷款了。银行如果说把他这个房子拍卖的话呢。 那这个业主他的信用分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因为是有一个forker的一个记录在他的信用记录上。 业主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那他跟银行去谈。银行呢。可能说现在我做一个short sale。 我把这个房子按17万美元去卖。我银行承受一点损失。但是呢。我能够把这个不良资产给解除掉。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叫就叫做short sale。 我们的输入关键词short sale呢。就很容易看到在一个区域有哪些房子在进行这样的销售。比方说这个地方在我休斯顿附近有这么一个房子。你可以看到他的销售的价格是14万5千美元。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屋矿啊。 他这个屋矿的话呢。可以看到并不是那种直接可以入住的。他是需要一些维修。翻新之后。才能够到达一个入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售价很低的一个原因了。 然后你看啊。他在描述当中呢。说这是一个short sale。那short sale和一般的经纪人挂出来的房源的另外一个不同点呢。 就是一般如果说是正常的销售的话。那么经纪人的佣金是由卖家来出的。但是在short sale当中。本身这个业主他其实是一分钱都不拿了。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按照14万5千实际销售出去的。业主其实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因为现在这个价格还不够他还房贷欠的那个金额的。 所以呢。14万5千给到银行之后。业主是一分钱拿不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呢。经纪人的佣金就通常来讲并不是由业主来承担了。 而是由银行来承担了。所以银行不但呢要损失一笔本金。而且呢还要付经纪人的佣金。这对于银行来讲肯定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看啊。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联系到这个经纪人。通过经纪人联系到业主。 然后呢跟他们谈一种可能性。就是有没有可能我通过subject to的方式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那这个好处呢就在于我实际上把已有的这个房贷给拿过来了。我来还。业主呢。他这个时候肯定是欠房贷已经欠了一段时间。 已经有一笔账也许几千美元在那欠着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把业主已经欠的这些back payments。我给还上。 然后呢。后续每个月的月供我来还。那你想。这个时候对于银行来讲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当然是好的事情。他就没有损失了。他就不需要像现在可能损失几万美元。把这个房子给卖出去。这个房子呢。 实际上我们跟这个经纪人联系过。他给我们的信息呢。是说业主他现在欠的房贷金额呢是18万五千美元。 所以呢。银行他是降了四万美元的本金在卖这个房子的。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能够把他给拿过来。 然后并且呢。你说我承担所有的过户的费用。所有手续的费用。经纪人的佣金。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承担个一万美元上下的一个钱。 好。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拿下来了。接下来呢。18万五千美元的本金。那你需要按月去还。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房子该翻新的部分翻新好。然后后续你说我翻新好了以后。我能够把他卖一个更好的价格。 我看了一下这个社区大概这个房子的价格。你应该可以卖到25万26万的样子。 那或者就是你把他出租出去。如果你想要长期持有的话可能也是很好的一个出租房。所以这个取决于你最后的退出的策略。那只要说数字成立。就是你要了解到说。 业主他欠房贷欠了多少。那这个房贷是什么条款?它是不是一个固定利率呀?它有没有一个bloom payment呀?你要了解它的条款是什么? 然后呢?你要看这个房屋。你要做翻新。你要投入多少钱。最后你能够售出多少钱。 如果这是成立的。在数字上是成立的。那你就可以跟经纪人谈这样的一个交易。一个买房的一个方式。 当然了讲到这里有一部分朋友会说。那我这么谈肯定人家并不是都会同意的。当然你做任何的交易。你做任何的谈判。 不一定你提出对方都会同意。但是呢?你如果不提出。对方肯定是不同意的。对不对?你只要提出来就有机会。 而且呢?你现在手上只有很少的钱的话。这确实是很巧妙的一种做法。为何不多去尝试一下呢? 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很多的经纪人。他可能没有做过subject to这样的一种交易的结构。 所以你需要去教育他。你需要去跟他做充分的沟通。让他理解这为什么是一个多盈的方案。subject to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易。 所以你看当你受的教育越多。当你学习了解的越多的时候。你就有越多的方式。你就能够越自信的去做房地产交易。 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别人不知道怎么从一个房子上获得回报的时候。 你知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能够做得到。所以呢?遇到一个新鲜的想法。遇到一种情况的时候。不要先说我做不到。先去问我怎么能够做到。 在我这条视频下方你可以看到我的完整的美国房地产投资教学的课程。可以很方便的加入在线学习。 当你学习更多。掌握更多。实践更多。你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同时呢不要错过我的下一条视频。在下一条视频当中我会更多的跟你讲解美国房地产投资的方法、策略、技巧。 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我的视频。并且咱们在下一条视频当中见。 。